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早上在修剪我的月季花的时候 发现有少量的牙虫 月季的小花包上面是非常爱长牙虫的 这种嫩嫩的小花包上面最爱长牙虫 这个上面就有几个 这个刺把我手套扎坏了 我发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 直接把看到的牙虫掐死掉 那棵上面也有一个花包上有牙虫 特别小的花包就不建议这样用手去擦 这样去擦的话有可能会损伤它的花包 让花开不出来 其实这种已经漏了颜色的 它还不容易招虫 就是那种特别小的 嫩嫩的那种花包 就很容易招虫子 这里都是小的 你看到这种花包 哦 我终于有没有没有 我发现这个小花包 也有几只牙虫这些 而且还有好像有白粉丝 就很少 有几只 这是一颗多头的 这个上面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的花苞就有八个 然后这种大花苞的两边 还有两个小小的花苞 这也是一个小的 这个多头的这样一根枝条 就能开十几多花 再来倒点 椒树叶 去喷一下那个月季 这是去年做的 这个椒树叶就是用小米椒 大蒜 还有柚子皮做的 这些材料占到整个瓶子容量的三分之一的样子 然后加了一点红糖 再加水浸泡 大概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使用 我这瓶好像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制作的 因为我的蔬菜虫害比较少 所以一直用到现在也没用掉多少 现在来兑这个椒树叶 这个是白醋 之前的那瓶已经用完了 我这个壶是2000毫升的 白醋的比例是1比100 所以这个白醋就用20毫升 这个是刚刚到的那个辣椒大蒜椒树叶 这个用量的话要看苗的大小 苗比较大的话就稀是80倍 苗比较小的话就可以稀是100倍到120倍 这个我用个25到30毫升 这个月就花苗还比较大 把这个对好之后就用来喷 顺便把这没有长虫子的也给它喷一下 顺便把这没有长虫子的也给它喷一下 喷的时候尽量的喷得仔细一点 把正面反面全部都喷到 还有这个杆子上面 特别是发现了牙虫的地方 一定要喷得比较仔细 这种椒树叶也可以用来喷这些小叶菜 从这些叶菜长出蒸叶开始就要开始预防了 刚开始苗比较小 稀释的倍数大概是120倍的样子 随着苗的慢慢长大 稀释的倍数也可以稍微少一点 在给蔬菜做预防的时候 我也顺便会喷一下我这些花 所以我的花其实还很少发生虫害的 不管是菜还是花主要是以预防为主 如果虫害已经发生以后 就要多花三到五倍的精力去管理它 所以我们平时的防虫工作 预防工作一定不能偷懒不能懈怠 特别像是这些叶菜 如果偷懒的话有可能就吃不着菜 全被虫子给吃了 种植叶菜我是一周喷一次这个辣椒大蒜椒树叶 如果偶尔发生了虫害 就把看得见的大虫子全部给它捏死掉 然后再用这个椒树叶连续的喷两三次 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也可以往里面加入几滴芥末油 喷花的时候可以再加入几滴洗洁精 那样效果会更好 好了我是封信子 这就是我的花和菜 对牙虫白粉丝这一类的虫害的预防 或者是出现虫害之后的处理方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